大家好,这里是厨板社 今天做草莓牛奶还有爆米花 我们先从酵素开始做起 草莓再过几天就要过季了 所以赶着做草莓酵素 想把它留得久一点 清洗的时候可以用小苏打浸泡10分钟 再冲洗,然后记得沥干水分 你也可以用厨房纸擦下表面 我们来把草莓的头去掉 洗的时候一定要带头洗 以免营养的流失 我今天准备的是500克草莓 我买的是现摘现卖的那种 看起来还不错 整理好之后用手捏或者是用搅拌机搅碎 如果你想做那种清水酵素 可以切成块 这样出来的酵素水就不会浑浊了 加白糖搅拌 我这一碗是150克 糖和草莓的比例最好是1比1 我不想做的太甜 所以减少了糖的分量 而且我是计划在短时间内吃完的 如果你要长期的话最好还是1比1 我再加150克 搅拌到白糖溶解 都知道酵素里头的卤酸菌对女性好 夏天喝青梅酵素 清热解渴 家里的孩子或大人便秘的时候 可以用李子做一下酵素喝 这是一位儿科医生推荐给我的 当然这个只能用一半条不能当药吃 一斤草莓要加半个柠檬 记得把籽过滤掉 如果力气不够可以用微波炉转30秒再挤 柠檬不仅增加口感 而且还能让酵素保存更长时间 不加柠檬糖还放的少 最好是一个星期之内吃完 稍不注意就可能会有霉菌 如果加柠檬最长可以保存到一个月 如果你想保存更长时间 那就稍微煮一下 不用煮沸 沸之前把火关掉 然后直接装进罐里头密封 这样还能有真空的效果 我试过 这样煮出来之后 能保存最长一年 密封罐提前用热水高温消毒一下 然后再把酵素装进去 草莓酵素做好了 盖上盖子 放到冰箱里保存 下面我们来做一下草莓牛奶 在杯中先放几勺果肉酵素 比起清水酵素 我更喜欢这种带果粒的 顺着边缘倒入牛奶 中间加冰块也能起到颗粒作用 最后用草莓丁和草莓做个点缀 好吃又好喝的草莓牛奶做好了 开始做爆米花 这是我在超市买的 不需要太多 这么一点就能爆出一锅爆米花 锅选用这种带盖的玻璃的便于官场 开火倒油 有人会直接用黄油 除非你掌握火后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热没有就用实用油 不然很容易炸糊了 爆米下进去 尽量让所有的爆米都能粘到油 放一勺糖 我加分两派 一派放盐 一派放糖 今天我决定一天到底 搅拌一下 油温不要高 中小火就行了 盖子不要盖实 留点气孔 我这个盖子本身没有孔 我就多留一点缝隙 时不时的翻炒一下 等第一个开始爆开 就要盖上盖子 噼里啪啦开始了 别忘了留气孔 感觉差不多就关火 但别马上开盖 还有一些会在余温下爆开 全部爆开之后 倒入化好的黄油 搅拌 我这个锅还是过热 最好是等锅冷却或者换个容器 再倒入黄油 不要学我的懒惰哦 爆米花做好了 今天最开心的应该是孩子们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有想吃的也可以给我留言 别忘了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金社长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启点赞订阅